特别 他常常说自己的人生很精彩 他从一位农民变农民 也就是说呢 他以前是一位职业军人 退役后呢 转转经过几年回到自己的家乡 彰化花台 成为一个全职的农夫 然后经过他多年的努力 他把台湾默默无闻的艾草 让他全身变亮 变成黄金 然后并把艾草的商品行销到海内外 并且呢 一组就募选了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神农奖 是不是真的不感叹 好 接下来呢 是不是可以借助大家的掌声 那我们一起欢迎 新农会的创办人 李正辉 李老师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谢谢 那我想今天非常高兴 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 昨天还很冷 只能找 어�ile 早 knight 风很窄 今天又有个好天气 我想 各位 会关心和支持我们的 这个台湾的农业 其实是非自知取 台湾的农业 本来在世界上是非常的有名 是非常地卓� 未来我们农业的走向是牵涉大门 不能把台湾的这些优良的农业继续传承下来 勇气发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今天因为看到台湾很多年来都发展这种小萌的模式之下 让我们台湾的农业的竞争力的逐渐消失 所以我本身是在做农业 我是从艾草之家 从艾草这个品项起家的 所以从无到有 发现了农业的问题很多存在 那以往都是我们单打独斗 都是个人在打拼 所以做的都很辛苦 那后来接触到很多从国际的到这个 国外到国内的各个专家学者的方式 发现了农业的其实是需要去架构出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 如果能够把它做成功 对台湾的农业的这个扭转 从台湾开始转变 扭转到全世界 所以我想今天很重要的是要请各位能够来看一下台湾的农业的样貌 在这里我们想呈现的就是台湾农业的一条龙 所以你会看到它从农业的资财到农业的技术到农业的人才培养 一直到我们的整个产品加工到行销 在这里是全部都呈现 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发表完之后 一定要请各位来好好参观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从农场到餐桌 再从餐桌到教室 再从教室到超市 再从超市到工厂 再整个串联 所以等一下呢 我先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 今天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农业呢 它牵涉的话比较多 就是会有农业 会有工业 还会有商业 所以今天呢 我们把它串联在这个平台上面的时候 你一一去看它 看它 那它主要是需要什么 就是要三创 创新 创意跟创业 这个三创的平台 所以呢 我等一下 用16年来 我讲这个计划呢 是16年前开始做 8年前呢 就开始开第一个概念 那在去年年底呢 开始开这家概念馆 那概念馆呢 就已经开始整合了 全台湾 目前呢 光是我们的股东呢 就有15个人 15个人就是容易的一条龙 有做温室 有做资财 有种植的 有加工的 有行销的 全部都结合在这个 一条龙里面 好 所以我们用第一个 这个农业的一条龙 成为我们的团队之后 开始整合很多的产业 所以呢 我们目前呢 大概合作的厂商 有300多家 那有的一个厂家 比如说 刮刮园 它就有 将近一千公顷 那个 阿甘呢 就有 它就有 150公顷 所以 我们每一个厂商的合作 底下就有 一个团队 好 那这个就代表什么 代表农业呢 已经开始在走企业化 规模化跟国际化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等一下用 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让我把这个跟各位来报告一下 如果各位是支持台湾农业的 是喜欢台湾农业的 希望我们台湾农业呢 能够有继续发展的 可能各位呢 在这边 能够多做交流 好 我们过来那边看一下 好 那我这里 从小而大 我们先从在地产业 好 在地呢 从我们花糖 到彰化 到台湾 好 就是在地产业 把它串联在一起 叫做融机商机 把它整个串联在这个平台上面 来共享经济 好 这是一个 新的观念 新的做法 但是 它一定是要很扎实的 它绝对不是口头上的 因为以往谈合作呢 就是一人一张嘴 讲一讲就算了 酒喝一喝就没了 所以我们不希望 永远在这边打空泡 没有战力的呈现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讲 实质合作 这个是在 从98年就开始执行的一个计划 各位会觉得很奇怪 它是经济部的 好 因为 门委会这边呢 它比较是在属于农业的产业端 它其实没有办法结合到工业跟商业 那这样对农业的帮助并不大 所以呢 从98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推展这样的一个计划 也寻得了政府的支持 所以我自己经济部的实质合作这个计划 然后也执行了五年 成为一个标杆 就是农业的一个典范 好 那这边呢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用以爱护健康农屋生活的概念 把农业提示到健康它的价值就会出来了 所以有的价格 它的价格就会出现 有价格就会有利润 要不然像我们农业呢 就是产量过剩呢 也会伤到农民 产量没有的时候呢 消费者负担很重 那生产者呢 也不会有太大的收入 所以呢 我们开始在推这样的一个产制除销的概念 好 那我们把爱护健康开始第一阶段 现在已经第二阶段叫做农业生活 把农业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每一天的生活一定跟农业有关 因为每天都要吃饭 每天都要吃东西 每天都要在环境里面生活 都跟农业有关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两个阶段呢 前十年做爱护健康 后十年开始 开始推农业生活 好 那我们这里呢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几家 好 我们就是用五家合作厂商 好 有生物科技的 有美容的 有有机的 还有稻田的 还有药草的 用这五家 先成立一个实质合作 从五个人开始 然后我们就开始创一个品牌 开始去推断这个加盟 所以开了三家店 在三重苗栗台中 开了三家店 其实我们账户还有一家本店 所以总共有四家店 好 那我们到106年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产值 这个营业额 就每一家农民的都会提升 然后呢 我们增加工作机会之后 到106年 就开始成立这个新农会 为什么叫新农会 因为我们要做新的农业 然后用农会贯通的做法 就是刚刚讲的 整合农场 结合工厂 发展到上场 这三个部分 好 那未来的我们 祖宗呢 就是推生农 就是把台湾的一个 得奖的 最高的 一个农域的 神农奖 把它结合进来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 跟前省的农会 来合作 因为农会的有很多 在地的好产品 但是呢 在通路上面呢 是切法的一个 有利的推手 所以我们想办理这样的一个 合作的角色 来协助 所以呢 我们叫做新农会 把农业的资源 会整在这个平台上面 用大家的力量 用大家的资源 共同来行销 好 那今年呢 我们又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叫做中华生农行销 那这个叫创意行销公司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前面的整个人 是在做生产 现在开始要走路通路 所以这个中华生农呢 就在做连锁品牌 就是在走 我们从生产到消费者 中间的最后一里路 就是把这个能够 融入到我们的家庭 融入到我们每一个人 生活当中 好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问题 容易有几个问题 好 通常 从我们的这个 盐物料开始 因为你没有钱 没有基金嘛 没有人 没有人密码 好 那你的市场的沟通 市场的问题 会影响到你的发展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痛点 那因为你没有钱 没有人 也没有 没有很好的条件 让它规模化 没有规模化的 就是我们在生产里 都是小融 小融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赚的不够用 好 你的收入太少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改变 把融业变规模 变企业 好 这是一个改变的做法 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加工 很多的农民就想 那我产品产出的时候太多 没有办法保存 没办法移输 所以我要去加工 好 那是第二个问题了 加工又要花钱 你从加工的制程 到包装产品 到行销通路的现金周转 它都是资金 好 我们农民就会缺少资金 那因为你的加工的量很少 像别人在做是十万平 二十万平 我们做是一千平 甚至五百平 所以你的成本都比人家高很多 好 所以我就没有市场竞争力 好 那我们的很多小楼的问题就是 你都要卖很贵 好 因为你的成本高 所以你就没有竞争力 那消费者要去支持我们小楼 你价格是他的节省关键点 好 不是我东西有多好 你练有多重高 他就支持你 而是在于价格 所以你的品质好 还有价格要有优势 好 所以就是要有这个量 好 所以这边呢 在加工的时候又有问题了 因为你的加工量很少 所以大工厂通常没办法承接 所以你要找小工厂 小工厂呢 可能没有认证 或是他安全管理有问题 所以你就做不出好产品 你即使有好原料 也没办法做出好产品 就更没有竞争力 好 所以这是你的困难 我们的小楼的问题 第三个 就是我们在销售商购买的时候 对我们小工的 这个购买的这个意愿不高 他都找那个大品牌 好 那个大品牌的东西呢 他就会下手就买 但是我们小工他会考虑很多 好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生鲜品 因为你的产期很短 你有产期产地的问题 还有产量的问题 好 所以你还会有很多的库存 好 还有消耗品的部分 那第四个问题 这个困难 就是在市场的接受度 因为你就在地形下 你没办法走到大规模的通路 好 所以你的量很少 所以你 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产品的去换 所以你会很担心 我做的东西都卖得出去 我加工的产品都没有市场 你会开始担心这一部分 好 所以再来就是我们 因为你都是用VC 所以你一箱印出去 你那一箱的成本 假如说菜好了 可能不到一千块 那印配可能是两百多块 所以这个整个利润都不见了 都被因不留 那边吃掉了 那你还要有能力 因为你还要包装的时候 你还要增加你的能力的成本 还有纸箱的成本 所以到最后呢 变成没有办法获利的问题 好 第五个 我们就来想在行销的通 要走入这个实体店面 实体店面呢 开一家店成本很高 你要花很多的钱 那你的能力费用也很高 好 那我们县长特长关心 演练我们县长 我们的朋友们 好 我們非常支持我們的魏縣長 那我就繼續把他講完 等一下在我們縣長 所以這邊從實體店面的成本高 再來就是我們人才的培養也不容易 而且現在我們整個法規的問題 造成我們現在的能力的運用成本更高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供應來源不穩定 因為你一個小店 你能夠去找到的這個市場其實是有限的 你的通路是有限的 所以相對的你的這個供貨商也是有限的 所以你會一直的不穩定 你有市場有了消費者 是你沒有辦法完成的供應 也沒有辦法給你更好的貨源 所以我們這邊會出了很多的問題 那第六個就是在顧客的到消費者的部分 因為這邊呢各位知道 以我們來一個小農來講 你怎麼樣去做很好的 我們的B2C就是消費者的服務呢 你沒辦法 所以呢 這個資訊流跟我們的這個消費者的服務呢 通常都不會落實 因為你不落實呢 社會上會斷 時好時壞 所以你要花很多時間一直在維持 在開發我們的這個市場的通路 好 那我們再來看 要進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透過資源整合化領域 我剛剛講的整合農場結合工廠 好現場謝謝 好謝謝現場 其實我們現場的以上任的農業政策裡面 一直在推這一個計畫 同時呢也在推廣人才培訓 好就是農創學院的部分 好那我本身也是擔任我們農創學院的講師 所以就把這個時候的問題 就用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跟各位先進 好跟各位好朋友來分享 好也讓我們各位都能夠了解 新的農業的經營模式 一定要跳脫 原來的那種傳統的經營方法 好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跨靈域資源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架構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裡面呢 就從整合供應鏈 供應鏈的部分呢 這是整個的一個完整的系統 透過這個系統 滿足到我們的通路 通路這邊呢 是我們能夠掌握的 因為它有異業結盟 也有自己之俗的通路 好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之後 來共同發展 我們的整個供應鏈的產自促銷 好當我們執行的這個 這樣總共發展下來 八年了之後 目前整合起來 我剛才講有上百多家的合作廠商 所以分散到每個企業規模化之後 我們產量是最大的 產量最大的好處 是可以滿足大通路的需求 所以目前呢 我們也在跟前年談一個合作案 也在跟四大超商談一個 O2O的合作案 好就是以一個神農專� 跟O2O的這兩個通路 打入兩個台灣最大的市場裡面 這個部分呢 是一定要有相當大的一個量 好那我們有的量 可以滿足市場的需求 第二個我們在走的是產地直銷 產地直銷呢 就是扁平化我們的這個通路結構 透過這樣的可以降低成本 可以提高農民獲利 可以降低消費者的負擔 好第三個我們做收益管理 就是在做品質最好 好所以我們這裡達到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產量大 第二個價格低 第三個品質好 這個就是我們農產品最大的一個競爭力 好那發展之後呢 我們以中衛體系的概念 好所以以新農會呢 就是一個物流集散 好物流集散呢 我們在各個這個消費區 好這是一個商區 可能是一個縣 好或是我們一個三個縣 好以不同的那個人口來做規劃 好設立一個物流集散 旁邊呢我們會有 目前規劃六個品牌 六個品牌為什麼要用六個品牌 因為農產品有很多的市場的需求 好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介紹 我們有專門在賣水果的 有專門在賣蔬菜的 有專門在賣氣產的 那也同時呢 有一部分 是要把賣不出去的這些東西 把它賣出去的 好比如說我們有很多 好像內臟 好就是或是一些豬頭啊 有一些比較不好賣的部位呢 我們把它做成乳味來銷售 就是把每一個農產品都沒有浪費掉 就是充分的利用 然後再透過不同的品牌通路來行銷 那這是一個非常完善的一個整合概念 那必須要透過一個物流集散 配送到我們的噴灘點 由噴灘點到我們的消費者 就會B2B吐氣 好那我現在就開始講幾個品牌的部分 第一個是 這個是在這間叫做波食堂 它是以波為食堂 好那這個是我創辦這個計畫 因為我是從軍人轉業到農民的 這個 好 我本來就是 用綜礙草子到神農角 那也都在推健康裡面的部分 那我發現我們食安問題是因為大家變不老實了 所以我就開始推老實人計畫 好 再推用神農跟食神相義在餐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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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構想 好就是用馬孫子冰環改成鍋子冰環 好 因為製大骨如噴小鮮 好 如果能夠用我們這樣子 這個鍋 你看每個人大鍋小鍋 好 每個人吃的口味不同 我們都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就能夠滿足台灣農業的發展 好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理念做法 好 所以這邊呢 就透過這樣的一個好食材 好 能夠用神農好食材 健康好味道 讓農品跟消費之間是可以有效的串聯 好 所以我們創造一個農品跟消費者的共享平台 好 這樣的一個部分 好 那這邊的是花田一五一 剛剛這個是水果跟蓄產 這個 剛剛的蔬菜跟蓄產 這個是水果 好 所以我們把一些水果的新鮮的 好品質的就賣給消費者 那如果品質不好的 我們把它加工做成果醋 醬 我剛剛把它做成農產品的部分 來做銷售 好 那這邊呢 因為我是在花壇這邊 田裡面長大的 所以我就給它叫花田 那一五一呢 就是 這個醋的釀造的是要一百五十天 到一百五十一天才拿來給大家吃 就是照規矩在做這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叫做花田一五一 那我們要打造一個 一個果醋 是希望能夠打造出一個 天然的這種品牌 把果醋的這個專家 來提供給我們農民的操作同仁 也給消費者健康的生活需求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主要是 這個 台灣的豆子都會進來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水果 然後以這邊呢 做成 包括我們的那個 有股兒果汁 好 清食 好 那這邊呢 是希望能夠是好處讓大家都健康 好 然後大家都能夠在這個美食裡面呢 跟健康結合 好 最重要的是這個話講完就結束了 好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是一個很旁帶的系統 好 它透過我們這個核心的這個平台 我們可以把台灣的這些產業的結合進來 那就是一個經濟循環 這個經濟循環呢 可以提升到我們農業發展為企業化 農業企業化規模化之後呢 就會帶動 我們所有的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我們透過不同的專業領域的合作 包括學校 國外市場 還有各大的這個通貨賣場 好 從這邊呢 我們開始發展到國際 所以發展我們南下的政策 透過這邊 所以目前也 從員工培訓裡面 也有馬來西亞的僑生 開始培訓 未來還可以把展到其他的這個國家 所以把台灣的農業呢 從台灣這邊的平台 結合到國際的市場 好 我想 今天呢 這個 現場的時間很寶貴 也真的百忙當中 也願意來這樣支持我們台灣在地產業 也能夠為我們台灣的這個產業 給我們更大的鼓勵 那現在是不是 我們能夠來掌聲 邀請一下我們現場 來為我們各位的聯力獎 給我們支持 謝謝 謝謝 感謝我們中文明國 結出文明協會的理事 李政威 李理事 幫我們講解 大家跟他討好一下 我們新移民協會的理事長 火中理事長 鼓掌 所有的貴賓 所有的兄姐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 新農會 這個市集 在今天能夠隆重來開幕 我們 台灣可以說是 農業技術 奧視全球 那我們所謂的農產品 種類 也可以說是全球量最多的 所以很多的日本的朋友 來到我們台灣 可以吃到很多種的水果 航海的也可以吃到 熱帶的也可以吃到 還有我們的蔬果 蔬菜種類也蠻多的 所以我們就是 希望在這個把傑出的農民 或者是農獎的 或者是傑農獎的 這些傑出的農民 分散在我們台灣各地 如果說沒有把他們整合的話 對於我們國家來講 這是一種損失 既然能夠拿到神農獎 跟傑農獎這樣的一個殊榮 可見他們在農業的栽培技術上 都是獲得肯定的 所以政府要把這些人找回來 然後整合 然後我們希望借助他們這樣的一個技術 讓我們的農產品 能夠在互相有序經營 那當然 在這個農產品的形象的過程之中 這個公路的建立也很重要 可以減少中間的剝削 然後增加農民的收入 改善農民的生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很高興有這樣的一群人 結合這樣的一個市集 讓神農、傑農跟小農 也會這樣結合在一起 來把這個市集 慢慢整個據點把它擴大 把它擴大 那我們更希望農民 在生產的過程之中 也希望能夠懂得行銷 懂得行銷 那也希望說有行銷的專業人產 進來這個領域 來協助農民、協助農業 相信農業未來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未來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尤其氣候的變遷 地球人口的增加 土地沒有增加 但是人口增加 所以農業還是民以食為天 一般烹調 我對農業前景還是很有信心 所以我們招憲這個 對農業的這樣一個福祉 農民的訓練 我們創立了農創學院 讓這些青龍不僅回鄉 來種子從事農業 而且也可以到學校再進說再學習 然後我們也補助了這些農民 簡單的節省勞力的這些農機械補助 農機械補助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利用 今天的高興來參加我們今天 新農會開幕的慶典 最後祝我們新農會 我們的市集 能夠業績長紅 採演穩穩 旺旺來 感謝大家今天 波榮的歷領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現場 現場真的有支持我們農業的發展 所以在很多農業的部分 也都有很多的協助 那當然我們這樣這個平台 就是希望現場的未來 還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謝謝現場 謝謝現場 那今天呢非常感謝 因為每一位都是我的貴賓 每一位都是我重要的貴人 就不一一的來介紹 那最主要是要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台灣的農業呢 節綴可以再造巔峰 再能夠再發展起來 只要有這改變 好 那因為等一下現場呢 要幫我們主持我們今天那個 開幕的剪裁的活動 好 那我今天的剪棒呢 先到這邊 那等一下我們每個基點呢 各位我會跟各位安排 就可以先介紹 好 所以歡迎各位呢 都留一點直接參觀一下 我們從農場直到昌桌 這樣的整個的計畫平台 好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議員 好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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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